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质疑声浪说 我们的国产疫苗 没有进入三期实验 怎么可以去使用 怎么可以民众怎么去打 变成是白老鼠 来 巫医师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 质疑国产疫苗的这个 临床试验的人数 以及程序 更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数字 我们目前国产疫苗的 这个第一期 第二期的人体试验的 总人数 已经远远超过 这个国外的 这些先进国家的 这个疫苗的这个第一期 跟第二期的试验总人数 而且因为在国外 当时的疫情是非常的严峻 所以那个各国的政府 都是在第二期初步的 这个第二期的试验做完的 那个前后的那段时间 就赶快做进行 这个EUA的这个送件跟审查 因为EUA不是马上送件 就马上会有通过 他们也是有一个 标准的作业程序 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当下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可能 人数会达到好几万人 所以你看看包含BNT莫德纳交参 这个大概都还要在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去做完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要原来回推到我们国产疫苗的这个第二期实验刚结束 我们就要赶快做这个EUA是有质疑的话 我觉得这真的是没有事在找事 那我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一九五五年的时候 在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最大最最引起争议的一个疫苗事件 这个叫做卡特疫苗的事件 那这其实是在一九五零年那时候小儿麻痹的这个病毒 是在这个全美国到处全世界都在试虐 那叼好这个一九五五年的这个时候刚好有发展的出了一个疫苗 所以在美国有一家疫苗公司叫做卡特疫苗公司 他在那时候那个规模 那个阵子有四万个小朋友施打的这个疫苗 结果打完以后有两百个人瘫痪 其中有十个小朋友死亡 那这个可能怀疑是一个疫苗遭受一个污染的事件 因为我们知道小儿麻痹的疫苗是一个减毒的疫苗 你如果是活了病毒去污染了这一批疫苗的话 你打下去就等于让这个小朋友直接中奖了 所以说美国经历了这件事件以后 就好好的痛定思痛 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疫苗的审查制度 以及事后的这个疫苗不良事件的一个通报系统 那我们目前在这个第三期的这个试验 还没有开始之前 这些疫苗上市EUA的附带条件 就是你要有很好的一个完整的 后续的一个不良事件通报 就是说虽然这些疫苗都没有完成三期的临床试验 但是我们在这个施打的这个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当中 如果有所有的不良事件 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系统去做通报 慢慢去收集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 原来AZ疫苗会有几百万分之几 会产生这个血栓事件 会有这些过敏的反应 这些都是靠着这个后续的这个叫做疫苗 疫苗不良事件的通报系统 所以说我想我们现在大家全国的上下都是在关心这个疫苗的采购 然后以及入境输入 能够赶快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够施打 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再吵这个问题 那我请教同样问题 我请教来施主任 你怎么看外界提出这样的质疑 但是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CDC由陈时中做出非常完整的一个论述 来 主任你怎么看这样的质疑呢 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是在5月26号的时候 也有参加WHO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会议里面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immunoblaging 也就是说免疫桥接计划 那他其实有邀请了一些蛮有潜力的疫苗厂商 那他们是在第二期当中 那他们意思就是说 你第二期的结果 比如说施打以后 你身体产生了多少保护性的综合性抗体的效价 那浓度越高 其实在第三期里面保护性就越高 所以说他们就有提出一个指引 那大会的结论 有1400多个人参加了 那也很多个国家一起参加 那大家的结论就是说 各国可以开始思考一下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第二期的实验室的计划的结果 来评估是不是第三期 就是直接边做边施打 所以说我想这样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疫苗就不够 现在假设我们有3000剂的莫德纳疫苗 那当然我们不用烦恼 现在我们就是没有 那没有 可是我们疫情当下 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要思考说 是不是不要用本来的那种思维的方式 而是有弹性一点 只要是安全的而且有效的疫苗 其实是可以用了 但是这个前提也在于说 要解盲以后是真的有效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那怎么样是真的有效 也就是5月26号的时候 大家开会的时候在讨论的 所以可能就会跟现有的一些疫苗互相比较 或是说跟恢复者 它身上产生的抗体的量来比较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比较方式 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